今天來到元朗炮掌坊 港帝4,885單成交 有鋪鋪專賣名標 萬年歷就註冊成交速1350萬 進入了元朗炮掌坊 你見到很開心 在財政預算案的時候 前面樓市減辣 最之就不要妨礙地球轉 多些經濟活動的時候 樓即使不升 只會有成交 地產代理工程也好 飲食也好 各行各業內地人過來看樓也好 大王本地的經濟 飲食 酒店 什麼都好 算了 有興趣 撈底投資商務基金 最重要的是這個鋪 加到七成這個按揭率 算了資金 上年二百億的成交量 立即多了二十億出來 都可以去買鋪 算是好事的 有興趣投資商務基金 來我們公司的商務基金 集資會 日子的時候 星期五 下星期都會繼續有 今次講這個萬年歷 這間店舖 OK啦 這裡挺帥 1350萬 細路面積大於300尺 門闊12尺 深大於25尺 加上還有一個入積角 地鋪建築面積是500尺 Exact地址 這裡是元朗炮漲坊 36至50號 第四十二號鋪 人來買入積角 樓齡是38年 已經成功了大廈 原本業主 96年 用398萬馬 辭科28年 升級了240% 作為一個成交比較 在元朗炮漲坊 上一單我錄成交 就是這個國基 曾經成交過 是1800萬 註冊 我還說是高手買入 因為那時突然間 沒有放過本 就成交了 這個門闊大約15尺 大約45尺 建築面積大約800尺 原本業主 是10年的時候 500萬馬進來 上次簽約是2021年 6月份 這個就1800萬 轉回來 元朗炮漲坊 這一間 個位 就小一點 1350萬 價錢又小一點 還有這個租客的時候 賣中標 珠寶 即是賣名標 成租能力我相信都強 因為它有它自己的額路 那就搞定了 所以1350萬又不差 我先回顧 這裡是說炮漲坊 這裡一般都是縮進來 就比較是街坊居民 你說遊客進來這裡就不睹 通常都是街坊進來這裡 打麻將 吹一下水 喝杯茶 逐客棋 出去那邊的時候 那條街就叫做福德街 同樂街 壽福街 這裡 出去外面 就說是谷亭街 西堤街 穿這條小巷出去 就說元朗的大馬路 今次說的就是這間 叫做萬年曆 OK 看看那些標 錄襯的時候 哇 多少錢 十幾萬 十幾萬 二十幾萬 即是買一隻都搞租了 不用說了 先拍整個大廈 所以感覺這個租客在這裡 我想他有個客人 所以就不錯 優勢的話 叫做進去炮漲坊 也要有人留 唯一就是這裡 消費力不算高 街坊多 麻雀店 還有阿伯祝客棋 八貨八客 看回這裡 真的挺舒服的 這個元朗的炮漲坊 這個公點仔 不過就街坊 進來 千多萬 那貨色呢 五分四十分 一分手手 一三五零萬 但這裡用2.9 這間店 就三萬二千元 搞定了 這個位置 那 感覺 大概一個 六分位 一個六分位 不差的 我又不敢說 震撼地順 不過不差的 這個位置 如果樓市 減辣 我身上都會大黃泡市 只要成交兩多 經濟就上了 不需要梁家昇 我們影響去投資商務機 來參加我們的集資座談會 謝謝你 恭喜博主 我是馬家昇 恭喜聖會商務機 十幾十萬 幾十萬 總之買不起 總之買不起 兩舖 一三五零萬 恭喜業主 恭喜買家 謝謝